普京布下大局 沙特 伊朗传理助阵 美国最害怕的情况出现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后来观点 7号到8号 短短两天 普京突访中东和沙特 阿联酋 伊朗最高领导人会面 韩方位高层次 商谈八亿出途等中东重点问题 普京的目的不简单 事实上 这并不是普京被美国制裁以来第一次出国访问 之前在我们中国的时候也曾开启过一轮密敌外交 但对于普京来说 中国的外交舞台只是俄罗斯打破外交孤立的开始 而真正意义上打破孤立的外交行动 其实应该是这次的中东之行 所以就在上周 俄罗斯刚刚宣布普京要出访中东的消息 普京就迫不及待地前往阿莱丘 一路上战机全程载弹护航 伊朗 沙特 阿联酋各国军队 也是震格带弹保护普京安全 而普京出访中东 目的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石油 众所周知 俄罗斯在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 美国对其进行了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 虽然俄罗斯生生的挺过来了 但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 尤其是对俄罗斯石油实行价格上限这件事 让俄罗斯的石油贸易损失颇为残庸 美国为了保住本国的油价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反而导致国际油价不涨反跌 这两沙特觉得很是不爽 毕竟沙特这个国家的收入基本上还靠石油 这油价一跌 沙特的收入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而过惯了富裕日子的沙特各国 哪肯看着让油价继续跌下去呢 但是油价只是这件事情的业务 伊朗 沙特 阿联酋最不满的 其实是美国的中东政 说到底啊 美国的中东政策从来没有把中东各国的死活放在眼里 美国唯一在意的 只是它自己的石油霸权和美元霸权 都切在操纵国际油价这件事上 那是彻底的让中东的这些网友们 看清了美国的真实面 所以啊 沙特这两年越来越不待见美国 早在去年 又已经和俄罗斯开始减产石油 但是呢 光是沙特和伊朗 这两个国家减产 对国际油价的影响还是有限的 沙特和俄罗斯发出的减产互生 在欧派克加这种地方呢 根本没有得到什么响应 毕竟从规模上来讲 沙特和俄罗斯对国际油价的涨跌 是有抗风险的 但是呢对于一些小国来说 油价一张一叠 可能就是国家富裕和国家破产的区别 普京此次的中东之行 就是为了和沙特一起呢 表个态 呼吁所有的欧派克加国家 能够参与减产 尤其是普京和伊朗领导人的对话 伊朗呢 被美国制裁之后 在沙特和俄罗斯减产的情况下 还在登场 估计这次呢 伊朗也要表态开始减产 普京的中东之行 可以说是把阿联酋 沙特 伊朗都拉到的他自己这边 而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呢 出现了 俄罗斯和沙特共同互议减产这一招 让美国彻底招架不住 如果撤离不好 国际油价暴涨 美国国内的通胀 就得跟着一起涨 事到落金 美国要么妥协 取消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 停止干涉中东局势 要么释放自己的石油储备 用自己的家底 评议国际油价 但是呢 不管他选择哪条道路 美国的日子怕是都不好过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